诗篇第五篇 这篇也是大卫的诗 交与灵掌是用吹的乐器 也就是用销啊低啊甚至号角等等的乐器 我们来看今天大卫要做什么样的祷告呢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必向你沉明我的心意 并要警醒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世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 好流人血弄鬼诈的 都为耶和华所恨恶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体 凭你的公义引领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铲媚人 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 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逐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凡投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时常欢欣 因为你护达他们 因为你护辟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赐福于一人 耶和华你必赐福于一人 恩惠如同盾牌四面 互卫他 我们看到这一篇呢 就是大卫的成岛 他前面两节 就是切切的希望神 能够来垂听他的祷告 不仅他希望神垂听他的祷告 而且呢 还希望神能够顾念他的心思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我们心里想到的 我们的言语 可能还表达不出来 所以希望神不仅是听我们的言语 还会读到我们心里面 想要说的 但是说不出来的 第三节 耶和华早晨 你必听我的声音 我们知道 我们随时都可以向神来祷告 甚至有生无生的祷告 神都可以听见 但是呢 我相信 神也特别喜悦 我们早晨的祷告 不见得说早晨的祷告 就是特别好 但是呢 对我们可能是最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他接下来讲说 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并要警醒 也就是在一天开始之前 你选择首先向神 来把你心里的话都跟他说 这个就是把神摆在地 就是能够让你一天开始的时候 就先对准神 让你的心意跟神的道 跟神来对齐 那这个呢 就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第一步 而且呢 早上的祷告叫我们能够警醒 那刚醒来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是匆匆忙忙的 就开始上班 要上摩托车了 然后呢 就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态 那这个头脑里面只想着 要去上班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呢 并没有好好地跟神对齐 可能心态也都没有预备好 没有一个警醒的心 为什么我们一早起来就要警醒呢 因为如果不是依靠神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被还净 被我们的肉体血气 所误导以至于犯错了 所以如果要免于犯错 要行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就要一早要有警醒的祷告 我们看第四节 大卫就讲到说 为什么要警醒了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世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所以我们警醒了才不会作恶 然后也不会狂傲 也不会作孽 也不会说谎 也不会流人血弄鬼诈 这些都是神所证悟的 所以一早起来 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心灵 在神面前是警醒的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也就是说 我不要去作恶 我的渴望 就是能够 进入神的同在 进入神的居所 所以早晨的祷告 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里面 一整天更多的继续在神的同在 并且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早上的祷告不仅是跟神来祈求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并且向祂 祚福敬拜 让我们的成岛 都是对神的一个敬拜 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姿态 心态 就是在神面前 敬畏 俯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第十一节 这地方是非常喜乐的 当我们能够一早就跟神 沉迷我们的心意 并且警醒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在十一节 凡头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 因为你铺避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所以当我们警戒 当我们亲近神 神就一定会护避我们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喜乐欢呼 靠着主欢心 因为呢 神要赐福于我们 而且祂要用恩惠 如同盾牌四面的护卫祂 我们如果希望一天都有神的祝福 恩典 并且有祂的保守 向盾牌四面 护卫我们的话 就一定要一早起来 好好的向神 沉迷我们的心意 并且向祂 俯伏敬拜 进入祂的同在 今天圣灵 给你什么感动呢 祂向你心说了什么呢 愿主来带领你 祝福你的今天 也使用你的承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能够 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特权 向祢来 亲近 向祢来 沉迷我们的心意 并且向祢来 敬拜 主啊 我们投靠祢 是何等的欢喜快乐 何等的福分 愿祢帮助我们 能够不仅早上起来 向祢祷告 让我们一整天 都藏在祢的圣所里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